这鞋换了 对吧 给我换生菜的吧 好的 珊珊 这个管家你喜欢吗 你让我试试 试试嘛 你都没有这样的款式 好 来 看一下 还挺修腿的啊 穿过吧 但是 回去有点紧 紧 竹竹小了两号 我刚刚是怎么塞进去的 怎么了 那个 你别着急 慢慢涂 你这样涂会伤着自己的啊 没事 没事 等一下 咱们等天后回来再涂吧 很快了 怎么办 风疼就要来了 好 喂 哥 你到了 我们这儿还有一会儿呢 不许 要不然让我们跟陈棠上来吧 那行吧 要不你上来吧 冷房 我去洗手间吧 我去洗i 来 乔肠服 þicks 我我去洗手间吧 等一下 你给我回来 蛤姐 你给我回来 你朝你别让陈棋 跑去到厕所了 没被你脱鞋呢 ��把你衣服势的 你怎么只穿了一只鞋 鞋太紧了 吐不下来 你这是要干吗 还在生我的气吗 把手放开 妈 这人这么多 先把手放开 先把血装好了 我们再说其他的 冯月 你们先走吧 好 好了 有什么好想说 我现在跟你说了 那个 刚才谢谢你 你就是想说这个 不是 是 还有 对不起 冯涛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手 可是我也没有想过以后 我不敢多想 也不敢让家里知道 更不敢让同事知道 我今天无大心理里面觉得 我们之间差距那么大 可能在一起也不会太久 我不是对你没有信心 我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我真的很害怕一些同事 说你看他们俩在一起多不配啊 所以我就把自己藏了起来 所以我就把自己藏了起来 做作什么都没有听到 看来你最近想了很多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呢 雪深深 我们之间的差距会一直存在 你要继续不自信下去 还是继续躲不下去呢 所以我决定 我这次一定要考过CPA CPA 我之前说考CPA 都是说着玩的 但是这次不是认真的 我一定要考过CPA 很好 雪深深 可以给我检持一下我们的话题 怎么就转移到你这职业规划上去的难 不行吗 很疼 虽然不论是外表还有家事 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 根据我也改变不了 所以我会在事业上能力一把 我肯定成为不了那个最好的人 但是我会成为最好的我 虽然我成为不了那个最喷你的人 但是我会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我 拜拜 我到了 其实我还要一个决定 明天再告诉你吧 明天会有什么样的接电话 怎么都不接电话呀 妈妈呀 哎哟 这不是李叔之前找的那个吗 这是什么呀 还好吗 你不要再来管我的事情 你和郑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束了 都结束了 都是你 都是你 全部都是因为你 你为什么让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都对不到回忆 为什么你要让我认识郑气 为什么你要让我认识郑气 为什么你要让我为了气力 跟郑气假交往 我为什么要掉入自己的陷阱里面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怎么也忘记你之前 就习惯上郑气呢 我承认是我的嫂 我道歉 但是刚才你跟我说过的话 但是刚才你跟我说过的话 你有和郑气说过吗 他听着之后一定很开心 他听着之后一定很开心 来不及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对我 丰塘 我觉得特别的没辛苦 我不能把它怎么下去了 我必须把对你的感情画上据好 好 再见 丰塘 incl legislation 傘傘 傘傘 傘傘对不起 我跟您道歉 我不想听 珊珊 你不能走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都看到了 我承认我喜欢风疼 刚才那个文是我主动的 我承认 我喜欢风疼很久了 十二年 甚至更久了 你玩我了 珊珊 你用力地打我 你打我呀 但是你必须听我把事找完好吗 我不想听你们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是 我是骗子 我是骗了你 那是因为风疼不喜欢我 是我自己一厢情愿 是我一直想把他从你的身边抢走 刚才那个我也是我主动的 但是风疼没有骗你 但是风疼没有骗你 珊珊 对不起 你跟我说过 不要听别人说了什么 要看你做了什么 你这是做什么呀 你刚刚是在做什么 你刚刚是在做什么 珊珊那个 那个文是我主动的 对风疼来说真的不代表什么 我只是在跟风疼告别 对不起 对不起 珊珊 你听我说 你可以不相信袁厉叔 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哥对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 就像妹妹一样 你知道吗 原来 原来你们都知道了 原来你们连同机来骗我 这算什么呀 这算是有钱人的恶气味吗 不想告诉你 就是怕你有现在这样的反应 才没有告诉我 你懂吗 你真的不相信我吗 甚至我们的奉腾真的没有什么 我不想再听你们任何人讲任何一句话了 你们 你们全部 一个吻不代表什么 你自称封太太不代表什么 你呢 你让一个喜欢你的女人住在家里面 在我面前 在你身边不停地打招也不代表什么吗 那我呢 不代表什么 我告诉过你 只要你有别人 只要你告诉我一声 我会潇洒地转身就走 我 吃什么 别走 看着我 放彤 你昨天跟我说 我们试试吧 我现在没门 是不是试试了 心好痛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等待一天 其实风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 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 一般都会配合我 没有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你说我们两个都霸道有好胜 从小打打闹闹惯了 如果我们真的带一起脸海疼 能配得上大老板的 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所有温暖都在不尽一种难免 当你觉得害怕有我挡在面前 厌倦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深深的爱上你 深深的爱上你 你能否察觉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是否能填破所有空缺 有些情侣 因为只有这一天 过得像一堆恋爱人 而我们这一天 纪念你的父母 其实当每一天 我们都过得像前任劫一样 等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你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我跟你说在这个大楼里面 原来我们是上海不高潇 但是在大楼外 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方向有女朋友 为什么遵律 因为在你男朋友周围 会有很多你所谓的景点 但是你只要记住一点 就是我对你有多好 我有多爱你 冯涛 你相信呢 我相信你 你相信你 我相信你 疯疼 多给我几天时间 让我冷静一下 我不能 我愿守在你的身边 不听霜一眼 吃亏在眼前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那个袁立书就是有问题吗 其实 我觉得他们说的应该是真的 袁立书单恋风疼而已 这可是经验之谈 我告诉你 我当时发现尤晨浩偷吃的时候 他身边的那些女人 可不像袁立书那样又那么有良知 那可是一个比一个还不客气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才是尤晨浩的真命天女 所以啊 这依照袁立书的个性 如果他要是真的跟风疼有什么 他现在怎么会对你这么低声下气啊 这个袁立书 他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狐狸精 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珊珊发现他跟风疼的 所以他才低声下气的 这一路他用的心机还少啊 这不是东西 这种人绝对不能原谅 下次我跟你说啊 我就把它写在我的小说里 我就写 不能给他起那么好听的名字 撑死了叫个圆的头 然后呢 让他从五百米高的悬崖掉下去 然后时速两百公里的车捏过去 然后再被他男朋友抛进 然后他把妈都不理他了 谁都不理他了 不哭了 不过你想想 如果要是按刘刘说的那样 你现在跟风疼分手了 那不正合了你袁立书的意了 秘书能这么做 都是因为风疼给了他机会 风疼瞒了我这么久 让我自己保护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那倒也是 而且 看样子是袁立书和风家的关系 可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也许 就算风疼以后结婚了 他老婆 也得包容这个喜欢自己老公的妹妹吧 珊珊 这点 你应该受不了吧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们亲吻的画面 还不烦死了吗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就像你自己说的 潇洒地掉头走 好 我走 走 怎么着呢 Kra Yasu 黎叔 你非得这样吗 风雨 我已经没有连她待下去了 十几年了啊 她每次都是这样 一遇到事情就逃 逃到角落里 伤口就好了 我真是没有打算逃 我以后都不会再回老宅了 李叔 我跟风腾把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 我该说清楚的都说清楚了 我本来就不属于老宅 我妈活着的时候 也希望我能离开这儿 有我自己的归属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就算没有珊珊这件事情 这段时间我本来也打算搬出去的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冯月 是姐妹就别这么说 照顾好自己 我可以进去喝两杯吗 我可以喝一杯 走 啤酒嘛 怎么该喝威士忌的 因为有个女人跟我说 她觉得喝威士忌的男人很有品味 所以我就思思 但是我知道 不管我怎么努力 我都进不了那个女人的心理 因为她喜欢的人 这人是我最好的哥儿吗 郑芊 你知道我是一个人不喜欢说对不起 或者抱歉之类的话 因为我觉得那是与事无补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那是与事无补的事情 自从我爷爷去世以后 我没有流过半滴眼泪 因为我知道流眼泪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我觉得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解决很多问题 解决集团之间的问题 解决和董事之间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 为了解决很多问题 你的确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 你也不能念及人与人之间的情分 其实作为你哥们儿 我觉得我应该体谅你 不应该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 对不起 卫兄姐 我自发一杯 好 好 好 怎么了 感觉你今天跟平常不太一样 有心事啊 珊珊她 她 跟我说问什么 刚才看着她那个样子 我的心好痛 郑姐 你和珊珊是不是都觉得 我背叛你们了 你知道 如果黎叔她不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一样 我会想拒绝其他女孩一样去拒绝她 如果今天这个产品是我奉腾自己的 我一定会和兄弟女 一起并肩去打这场官司 对 我知道 其实你没有做做什么 只是过程可能 不太好罢了 但是作为风家的长子 你拥有了很多 事情的好坏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所以你承受的要比常人多得很多很多 包括承受孤单 是 其实我好孤单 真的很孤单 总河总 我们应该怎么办 回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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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去啊 你不会上班去吧 我去办离职 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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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走一趟 不是 我要去上班啊 不用了 我跟你们财务部打过招呼了 请你三天假 你们 如果你们是来当说客的 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我赢了 给钱 你们 你们居然拿我的辞职大赌 珊珊 我没想到你这么笨哪 亏你还是个当会计的 账都算不来 你们两位老总级别的人 在这里阻止一个助理辞职 是不是有点太看重我了呀 公司不分 你才公司不分吧 你才公司不分吧 一大早我就跟我科长了 现在公司人手挺紧张的 你爸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 可是很多事都上手了 可以独当一面了 在这个关键时候 因为失恋就要辞职 你说 谁公司不分啊 你不是也要辞职吗 凭什么说我呀 对啊 郑奇 你不能辞职啊 你得好好干 做个榜样 不是 怎么说和我这儿来了 那我离职我是为了集团 你呢 那你离职是为了儿女情长 能一样吗 这境界都不一样 我告诉你 薛珊珊 没有任何规定说职场女性 必须靠自己的感情生活来 决定自己的工作生活 傻不傻啊 是啊 为什么每次办公室恋心高吹 走的都是女孩呢 好不公平 可是我的对象不是别人 是大老板 而且 珊珊 你现在离职相当不划算哪 你想想还有两个月 就发年终奖了 你要是现在走了 钱不就没了 对啊 差点忘了年终奖了 好 走吧 但是现在 不是像年终奖的时候 让我每天经历大楼工作 实在是太为难我了 为难 那我们来算一算怎样更为难吧 你想想啊 你要离开了丰腾 上哪儿找月薪这么高的助理工作啊 好 就算有 那年资得重新算吧 搞不好年底连个红包都没有 还有 万一你要没找到工作怎么办 你的生活费怎么解决 房租生活费水费电费一个都不能少 到时候你看怎样更为难 的确很有道理 再说了 这都年底了 你是准备卷铺盖 打包回家吗 那你怎么跟你父母交代你离职的原因呢 我 我 好 那年终前我暂时不提辞呈 但是我要向两位老总看上交代 这段时间我还是继续会积极找工作的 等你找着工作了咱们再说吧 但是 我也有一个要求 一百个都行 说吧 好 从今以后不要再跟我提风疼的事 也不要再因为风疼跟我这么热闹 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助理 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助理就行了 这样 我也不用多当那么多人的关注了 小助理 帮我们把单买了啊 走 上班去 行 别迟到啊 你们 你们 我真是说到做到啊 喂 兄弟 我人已经把你留到年底了 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啊 走 火热门 你热门 晚上啊 马上来 今天怎么你一个人来了 男朋友没来 阿 这 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来了 嗯 好了 就害怕失去 怕受委屈 怕太着急 所以伪装成另一个自己 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 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 明知道和你已没有输赢 可想你还是情不自禁 心疼的告诉自己 该忘记这样的关系 爱上你总是想不由己 你当然会好好吃饭啊 自己 天自己 也无法再构起勇气 说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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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上又有一对情侣单身了 就在我跟风桐分手之后 但是 两情相悦的甜蜜又能维持多久 多久之后 他们之间也出现一个原理书 爱情的美好都只是在一开始 过程总是为了维持那份美好 变得坎坷 辛苦 一直到发现包裹在美好底层的真相 就是分手的时候 好吧 我太分世忌俗了 想你还是情不自禁 心疼要告诉自己 该忘记这样的关系 还想你总是想不由己 明知自己偏自己也无法 也许刘刘说得没错 风腾跟你说认识那么久了 如果之间有什么 风腾又何必跟我交往 但我忘不了 真的忘不了那一幕 为什么要让我看到那一幕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真相 其实风腾说的有道理 不让我知道是因为要保护我 但是我就是看到了 海音最残忍的方式 我相信我 我虽然去讽刘 我愿意的 我愿意的 你不愿意的 一能乱护你 我愿意的 要是你不愿意的 看起来 我愿意的 我愿意的 你不愿意的 我愿意的 你不愿意的 我愿意的 你不愿意的 我愿意的 你愿意的 hun思观看起来 喂 妈 灿灿 吃饭了没有啊 怎么样 最近过得好不好啊 吃过了 我都挺好的 就是有点忙 家里呢 家里怎么样啊 夜人身体好吗 家里都挺好的 前几天啊 我们用你寄回来的钱呢 给家里买了一台三合一的暖气 现在可舒服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家里小弟再也不觉得凉了 这几天呢 天气变凉了 爷爷还说呢 幸亏我们三三振钱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妈 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你该花了就花 别省着了 我都出来工作了 你这小姨缺什么 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知道知道 我们家三三长大了 妈呢 妈呢就希望你一个人在外面 也要好好地自己照顾好自己 知道吗 嗯 我知道了 那 妈 我去工作了 回头再跟你聊啊 拜拜 拜拜 薛珊珊 你要振作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风疼而已 还有更多的人爱着你 更需要你的关心跟照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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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去 zar 杉杉 周末好 今天来得那么早 你男朋友送你来的 想不到出了公司 还得提到疯疼 你这一天 二十二块 这是我家钥匙 给你 我都听风腾说了 你跟他说 你喜欢我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给些回复给你 风腾都跟你说了 娜娜也不要跟你说 打住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能够引起风腾和珊珊分手的过程 一定非常地精彩 但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其实我那天那种说 只是因为我情绪比较激动 只是因为情绪激动而已 行 那我问你 为什么那天你在我家里看见女人以后 你会那么地情绪激动 还有 为什么你知道女画家的事以后 你会那么不高兴 还有 在伦敦的那件事难道都是假的 正琪 可能我很自私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纵容自己 在你跟风腾之间摇摆 但是这并不代表 我可以坦然地接受 我在你家里看到的一切 你不接受就对了 你不能接受 就说明你内心深处 开始真正地喜欢我了 我可以的话 我把你帮助 我还有一切 呢 你是在肯定什么 你不就是 那么肯定 你到底在肯定 看得出 你肯定 你肯定 只有我们能够用它了 你说得我都明白 但是我觉得现在 好像不是该说这话的时候 我明白 那现在 我也没有需要你跟我承诺什么呀 我只是想让你承认 你内心深处是真正的喜欢我的 为什么你就不承认呢 这是需要时间的 在丰腾跟珊珊复合之前 我觉得咱俩说这话都不太合适 在丰腾和珊珊复合之前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幸福 必须得建立在他们的幸福之上 你觉得你这么错公平吗 是我导致他们俩分手的 难道我不能有一点愧疚感吗 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对不起 阿佳 薛珊珊今天又没来上班啊 薛珊珊今天请假了 有点请假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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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久不见到你 医小医 那我都没有想要吃 不要打穿 话 你去 你去 我去 都没有 那个 我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 办公室这么忙 一点小病小痛就请假 大家都不用上班了 我不管你有什么天大的事情 还是真的身体不舒服 你不舒服 总而言之 实力 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你给我打起精神来 等一下下午来上班 好 我知道了 小薇说得是 失恋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我也应该正做点才对 小薇是怎么知道我失恋的事情的 琳达告诉她的 完了 是不是全公司的人也都知道了 请问大老板 特地把我们叫上来 是有什么事吗 现在员工餐每天的预算是多少 报告大老板 一餐大约是在八块钱左右 猜测呢 基本上要看当季的食材 大约一周更换一次菜单 这样 从明天开始每一个人的预算 帮我上到十二块钱 中西市都要有 而且 每天的菜单我要亲自过目 是 好的 谢谢你们 今天菜好丰富 对 有五山怀骨还有红烧鸡吃 是什么意思的 是什么意思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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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菜色好好啊 是不是当次当大钱啊 我跟你说我看公报 好 以后每天都会有新的财势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是主角色的 新手机上市了 股票上涨了 可以 怎么可能 你想啊 齐帅侵权争议还没有结束呢 股票可观呢 难道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 好 沈沈 大老板那边 你们说什么 没有 没有 显然大家还不知道我们分手的事 虽然少了八卦的烦恼 但是老问我风腾的事也挺闷的呀 不过话说回来 大家好像都习惯我跟风腾在一起了 感觉麦季对我们没什么阻力了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 我们分手了 小薇 谢谢你打电话给我 您放心 至少在年中之前 我都会努力完成工作的 年有钱 过年以后 我也许会换工作 所以分手的事情 请帮我保密 至少在这段时间吧 薛珊珊 你毕业已有一年多了吧 嗯 出了社会呢 就要记得公私分明 别把这里还当成学校 上班时间 还要让自己失恋了 要换工作了 这样的个人私事 真的很影响专业 人这一辈子呢 换几个工作谈几场恋爱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别搞得天大了不起 往后我可不希望 在办公室里 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 把重点放在工作上吧 嗯 小薇这个人虽然高傲了点 但专业态度实在是很值得学习 薛珊珊 对 记住了 以后在职场上 可得更专业一点 大老板 凯瑞刚刚发过来的 碧纳公司一知道 我们有意和解 提高了两倍的赔偿金 到底会跟凯瑞 听着他办 是 我早跟你说过了 比纳是个贪得无厌的公司 你跟这种人释出善意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可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 感谢可怜 可怜吗 可怜 听着哪办 你在美国安兵不动 等我们过去 从现在开始准备好了 全力备着 但是这种事你不能亲自说吗 我带二哥回去见他们的人 但是我要亲自去说服福尔托公司 这样才能够打赢这场官司 行 我跟你一起去见他们 这是这个月的下餐费 如果薛小姐过来 帮我给她多加几块肉吧 好的 好的 不过你怎么不跟薛小姐一起过来呢 我最近比较忙 亏一阵子 好 那好吧 有空跟薛小姐一起来啊 多谢您 不客气 我都不想要 刘洋她最近好吗 还好 既然都分手了 何必还在被迪迪关心她啊 对于我来说 这并不是分手 你既然对珊珊是认真的 为什么不早点坦白 袁绿叔喜欢你啊 其实我也是刚指的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你既不希望珊珊受伤 也不想原理受难过 可以这么说 男人啊优柔寡断 两边都不想得罪 到最后呢 往往最受伤害的 是跟自己最亲近的那个人 风家是个大家庭 虽然姓风的只有我和风月 但是像利叔和王叔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 我把利叔当成一辈子的好妹妹 我不想逃避她 更不想伤害她 但是我没想到 最后让珊珊受到伤害 其实你说的这些 我完全都可以理解 但毕竟珊珊她不是我 她对爱情还是很有憧憬的 所以她那么难过 我相信你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等了 等她自己想清楚了 你就有机会跟她解释清楚了 明天出国 你一个人好好保重 一次 你一会儿 我认为你 和我说是我想到 我告诉她 你这么厉害 跟她一页 啊 你怎么说是这样的 我和我都关心 给我 却直接要找立书 这还不够明显吗 说不定你们根本就是要一起出国 风腾 你这个大骗子 太过分了 我听风月说 他送给你一间公寓 哦 租金算我很便宜 是个好房东 但是没事要多回老宅 你知道我这个妹妹啊 她最爱跟你聊天 你总是这样 总是对我这么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我跟郑晴明天要去美国 她要和你说吗 李叔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曾经方毅经常说 我们的价值相差选述 所以你一直对自己没有信心 想要证明自己 但是我想要跟你说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即使没有上海时最美文化人的头鞋 你也是一个好女孩 我觉得女孩子其实真的不需要 把自己弄得太完美 你也一样值得被爱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呢 不是跟我在一起 才能够证明你值得被爱 你值得被爱 也值得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恋爱最重要的是相处 恋爱最重要的是相处 不是比赛 也不需要较劲 比赛会让人累 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忘掉幸福的感觉了 这就是你跟薛珍珍在一块儿的原因吧 不用较劲 也不用比赛 只有纯粹的幸福 对 轻松一点 你知道你跟正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没有放下姿态来 你说 如果你真正爱这个人的话 就抛开一切 把你的爱轻轻松松地给他 他会感受的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 我的家人 祝你幸福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让自己幸福的 我刚刚跟你说完让你放轻松一点 你这么努力 幸福都被你吓跑了 其实你应该去找正琴 等 你们从美国回来吧 我觉得我们还有好多话 需要好好聊一下 是吗 是吗 所以你就把厨车给砸了 砸了 解气了 一点点吧 你看见风腾进那个书店 我就一肚子气 人家去的是书店 又不是去酒店 人家能干什么呀 你怎么就不能给风腾回个短信了 你就问问他 立书是不是也去 我 我为什么要问呀 不敢问啊 怕知道答案 既然都已经分手了 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糟啊 回短信啊 什么 说 屁死老婆 你先别生气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什么普通朋友啊 写着呢 你什么时候上线 我想你这是普通朋友 我们就是一起玩游戏的战友 战友 你跟我以前还是战友 现在不是男女朋友吗 你什么意思吧你 你先 你先别生气 那可之前 我不是让你跟我一起玩 那个英雄联盟 你又不玩 你现在又怪我 反正就是不行 你现在给他杀了 你快点 我杀杀杀杀 好了吧 然后呢 再也不跟他玩了 我也不玩那个游戏了好不好 发誓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玩那个游戏了 好吗 快快快 你说 双姨这个漫画小说家 怎么发起火来 比那个什么还恐怖啊 人家双姨的脾气是凶 可人家多在乎杜凡啊 你呢 你考虑过人家疯疼的感受吗 你真的在乎他吗 薛珊珊 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得对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 你这什么都还没搞清楚 你就决定和人家分手 你呀 我跟你说 你不要看到有情敌出现的时候 你就想着逃避 你得勇敢地面对 得解决问题 你得捍卫住自己的爱情 我当然在乎冯腾 我当然在乎冯腾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像双姨一样合同侍吼 也没有办法 像袁立书那样耍心机 但是非得那样才叫做在乎吗 斬鱼 觅珊 所以觅珊 真的没有跟风疼出国 小薇跟李叔 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呢 大老板都给你办付卡了 你怎么能够理解我们这种人的心酸呢 就是 吃饭吧 吃饭吧 一定是周小薇说的 有没有办卡 薛珍珊 你是不是把参会和董事会的衣服穿返了 失恋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你给我打起精神了 等一下下午来上班 是啊 小薇这样的事情 未必琳达都知道 不可能是琳达跟她说了什么 袁立叔从耶鲁转学之后 去了芝加哥大学 所以跟小薇同一所学校 可是小薇念的是研究所啊 时间不对啊 小薇念的是研究所啊 芝加哥大学 你把上面这个道表给拿了 是 好 好 谢谢 小薇 我能请你喝点东西吗 那天我经过这里 看到你跟丽叔一起喝咖啡 就在这里 同样的位置上 走 所以你跟丽叔 早就已经认识了 我们是在基加哥大学的上海校 有会者认识的 所以 那公司那些八卦 还有丽叔做那些让我出丑的事情 你都是知道的 都是你们两个计划好的 你觉得我们两个看起来有那么闲吗 整天没事就聚在一起想要怎么整你 你还说没有 那董事会餐会上发生这些事 你敢说你不知道吗 还有奉腾给我付卡的事情 我明明都没有跟大家说过 为什么大家都会知道呢 其实都是你散不出去的吧 许珊珊 你觉得这些东西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 别人会很受伤的 可我们也没有散播遥远呢 说的全是事实 就算你说的是事实 那 那这些事情跟你们都没有关系啊 你们说一些跟你无关的事情 宣珊珊 你以为你爱上的是什么样的男人 他是这个世界上的极品 是全世界女人都想要的男人 不过是一张付卡 一场餐户的捉弄 就让你这么受不了了 那你告诉我 你全身上下有哪一点 值得让全世界女人都闭嘴 让你好好跟风腾在一起 不受打扰的 我知道 你们都觉得我不配 少妄自菲薄了 风腾身边 就算出现在完美的女人 在其他女人看来 还是会觉得她们不配 老实说 一开始我也对风腾有兴趣 可是她对我没兴趣 所以我知其所对 她说白了 就算今天是袁立书 真的和风腾在一起 我也觉得她们不配 你跟立书 你不是朋友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她呀 那既然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她呢 那我倒想问你了 为什么不 难道你觉得 灰姑娘是受到了全世界的祝福 才和王子在一起的吗 周小薇很残忍 但是倒很中肯 跟风腾在一起 其他女孩怎么会甘心地保持距离 并给予祝福呢 你啊 我跟你说 你不要看到有情敌出现的时候 你就想着逃避 你得勇敢地面对 得解决问题 你得捍卫住自己的爱情啊 别离 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 其实 是我大心底 还是觉得跟风腾不配 所以当立书这样的对手出现的时候 我就不战而逃了 我自己 欣贪的告诉自己 该忘记这样的关心 后天回国 希望你一切都好 如果要跟风唐在一起 就得有心理准备 会有十个 百个 千个像隶叔 小薇这样的女孩 随时虎视眈眈 我有那种能耐吗 我做你们这麻烦 老公 要是吃饭了 走啊 走 吃饭去吧 走走走 去吧 去吧 晨晨 一起去吧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好 那给你带点生活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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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去吃吧 那好 我们走了 拜拜 晨晨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没事 我先走了 没事 我先走了 好 疼啊 大老板就快回来了 你怎么脸色还这么差呀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生理器吧 好 我记得你人心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呀 你要不要请家伙去休息一下呀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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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快下班了 好 我们去找我 好 我搭点 呢 我去点火 呀 出急 去点火 找个顺点 你不骗我 你不知道 我过来 让你不骗我 讻那您的帮助 在福尔特兰 艾瑞昨天就会过来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我就是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 想多说两句 希希说了我才想起来 之前生理期来了也没这么痛过呀 难道是失恋影响心情 不行了 不行了 你别有点 哎呀 姑娘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呀 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呀 你流血了 血型检查了吧 准备输水 是A-B型 二H型型型 那跟您家说联系了没有 患者失去过多会很危险的 马上去手术房 是啊 喂 你好 哪位 喂 你好 薛珍珊小姐 现在在我们医院住院 在什么地方 真是急死人 你说我可干吗非得让你来接我呀 我自个儿开车去说服店都到了呢 越是着急的时候越是赶不得 你也不好好想想 你自己也是熟猫血 万一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可是这是人命观念的大事嘛 现许 可是慢不得的 我的峰大小姐 你就安静一下 让我专心开车行不行 峰月 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个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特殊血型互动会 我想国内也是应该有的 你赶紧上网查一下 看国内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发文求救 好 喂 周小薇吗 我是峰特 哥 是什么 大手书吗 刚进去 薛小姐是因为子宫膝肉破裂大量出血 只要开刀把膝肉取出就没有大碍 不过因为薛小姐的血型特别 之前又大量出血 这才是目前最大的风险 不要多说了 我去抽血 好 那我进去准备了 老板 周小薇来了 老板 周小薇来了 多谢你愿意过来帮忙 老板 要我先说明我这次的条件吗 你说 是 是 请跟着个护士座 请跟我来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没事 就算是大家的缘分 老医生 小薇 你怎么来了 大老板给我打了电话 那我先替珊珊谢谢你啊 嗯 那就麻烦你了 压手了 好 珊珊怎么样了 她深圳的麻药还在退 刚刚迷迷糊糊地醒来 现在又睡着了 不过手术很顺利 那就好 幸好珊珊把挂牌带在身上 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谢谢你啊 风唐 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你跟薛把薛妈说了吗 还没呢 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我建议不要说 不要让他们担心 你们放心好了 珊珊会接受到最好的质量 那样也好 要不然 京东他们老人家又像上次一样 一票人来上海 反而会影响珊珊的休息 这样吧 我下班以后就来照顾珊珊 那行 反正我在哪儿都能写稿 那白天我来陪她 我可以有个不情之情吧 你们可以随时来看待 但是我想亲自照顾她 不认识她 大老板 你下个星期所有的行程都已经取消了 重要的会议已经交代严送他们了 她会议已经安排好了 要让他们等一下过来吗 不用 这里有我 一个人 大老板还需要什么人 需要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去吗 不用了 这里坐车很方便的 我们想等珊珊醒了再走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静静地陪着你 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看来啊 封藤对珊珊还真有心 你说以前她跟你说的事 是不早就误会她了 是你误会她了吧 我早就说了 我一直都相信封藤不喜欢原理书的 行行行就我误会她 你没误会行了吧 是 不过封藤对珊珊这么有心 我珊珊也该原谅她了 回到她身边了啊 应该是吧 你说这患难见将心 况且封藏现在放下所有的视频 全身全意地照顾她 这样的好男人可不多了 而且啊 没有一定感情接触 还做不到这样的 之前我是觉得 封藤不是一个夸心的人 但是没想到她对珊珊这么有心 我可替得高兴 替替是不是 你说有一天会不会我们家珊珊 变成了风太太 大作家 你就别皇上不及太等级了 我是逼得高兴的 我的心 是否能填破所有空缺 爱 是风中的诺言 只剩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等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这份爱没有期限 别害怕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这份爱没有期限 绝不会遇见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我会紧人的脸 会 你敢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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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苏着你 还你在你身边 还是你身边 我愿意 你不愿意 你 我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如果你也不愿意 我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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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净的薛珊珊 我一直想要把你保护得好好的 但是我身边 取了那么多的纷纷扰扰 我却没有给你保护自己的能力 这也是我的不对 看来这段时间 你也想了很多 我想了很多我们之间的问题 珊珊 如果我们要在一起交往共同 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还想跟我继续走下去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 你还是要跟我分手的话 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点 就在没有找到一个真正 能够保护你的人之前 把这个艺术待在身上 把这个艺术待在身上 让他去守护你 我还是想要回家 把这个艺术待在身上 我还是会不肯定 把这个艺术待在身上 再睡一会儿吧 请进 晨晨 晨晨 厉叔 你坐吧 那个 我给你拿来点鸡汤 你记得趁热喝啊 谢谢 厉叔 如果你是来跟我道歉的话 就不用了 我接上你之前的道歉 我 我其实之前还做了一些过分的事情 我听晓薇说你都知道了是吧 我知道我自己不可原谅 我也没指望你能原谅我 但是 我觉得我一定跟你道歉 对不起啊 晨晨 其实现在想想 如果没有董事会那次出丑 可能还没有人会记得 我是疯疼的女朋友呢 所以你不审我起了啊 嗯 你真的原谅我了 真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那么骄傲 说起来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 只是我可能比别人幸运一点 从小能在风家长大 要不是风家对我一视同仁 我大概也没有机会出国留学 更别说开书店了 有可能我现在就 上一个普通的大学 找一个普通的工作 过着平凡不能再平凡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总是那么自我感觉良好 你说 我也要向你道歉 那天也是我太冲动了 沈沈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个话 可能感觉怪怪的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 我现在说这个话 你跟风腾复合吧 你跟风腾复合吧 我是真心地希望 你跟风腾能有个好结果 再说吧 总之 不管我们有没有结果 没说我都不会是你的原因 我还是想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跟风腾复合吧 但是我还是想自己的路